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着大家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2年6月17号 这期咱们继续聊聊谭山这个打人事件 聊一聊谭山的这个叫雷霆风暴行动 6月12日就是这个谭山老汉城烧烤店多名女子 被群殴事件发生后的两天 谭山市就掀起了整治社会治安的雷霆风暴 按照谭山市委市政府的决定 从6月12日起开展为期半个月的夏季社会治安整治雷霆风暴专项行动 把打击锋芒对准纯重反应强烈社会影响恶劣的犯罪活动 以雷霆万军之势尽锐出战决战决胜 大家看段视频 辛苦了 各位 各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雷霆风暴专项行动》到公安局调研检查 他强调要扎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通过夏季社会治安整治雷霆风暴专项行动开展 查漏洞、补短板、强弱项、健全完善、常态化工作体系和工作机制 持续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吴卫东强调要扎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高度关注、全面梳理、认真核查群众反应的问题线索 做到清仓见底 要建立全天候常态化发现线索 打击犯罪的工作体系 坚持干部下访与纯众来访相结合 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突出问题 切实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 这个说的多好啊 最起码说明这个秘书写的不错 又是什么清仓见底 常态化发现线索 要干部下访与纯众来访相结合 谭山市委书记指出要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 大家再看段视频 这是谭山市委书记吴威东 视察谭山市公安局这么一个片段 但是眼尖的网友就会发现 这个有摆拍的嫌疑 因为这些接电话的女接线员 电脑没有开 不知道在敲什么 为这个谭山市委书记吴威东 深夜突袭临时检查公安局 临时查岗 画上了一个不太完美的句号 留下了瑕疵 留下了遗憾 这是导演组啊 疏忽了 失职 6月16日 有群众反映 这个谭山市区啊 公安等部门已经加强了 城市街道的寻控力度 马路上是三步一岗 五步一哨 不时有警车啊 闪着警灯驶过 大家看段视频 截止到这儿 除了公安局的 接线员的电脑没有开 有点遗憾之外 其他的还是让人感觉到很振奋的 谭山市啊 是要有大动作 像黑社会说不 要对黑社会啊 对这违法犯罪行为 轻仓见底 而且拿出了实际行动 真抓实干 要大干15天 但是事情是这么简单吗 因为几个女子啊 深夜在烧烤店 吃饭被打 然后谭山市就掀起了一轮 浩浩荡荡的雷霆风暴行动 事情果真如此简单吗 我在上一期视频 给大家介绍过 这种运动式扫黑啊 实际上就是给领导 做秀用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接着看视频 说要远路返回去吗 对对对对 你如果不相信的话 那是通关 外籍来旅游的我怎么办 一样 我要 因为你没有报备 社区不接受你 我给社区 我给社区打电话了 社区说让我远路返回 但是就是我没法返回嘛 所以就打算在这待着 你自己还能不能找废 所有外地到谭山的 不仅要48小时核酸检测 要什么低风险地区等等 那些要求之外 还有一个要求 必须有社区同意 有的人说我是来出差的 我哪知道什么社区啊 那不要紧 你得提前48小时报备 对吧 你要出差 你要住酒店啊 你提前48小时 跟酒店联系 报备 然后你才能来 来了之后 所有的人 有装车 把你送到你报备的地点 上车之前拍照 下车要拍照 人丁人 必须把你送到 如果你本身就是谭山市的人 那更好办 对吧 那你就接到居委会 打电话 核实 报备 也是专人专车 把你送到 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这个是为了防疫吗 对吧 根据卫经委相关规定 低风险地区到谭山 谭山也是低风险地区啊 低风险地区到低风险地区 不需要这些什么隔离 检查啊 也不需要什么报备啊 那谭山市采取这个措施 是为了防什么呢 是防奥密克戎吗 还是防外地人 你外地人到谭山来干什么 先说清楚 到底去哪 然后把你送过去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再看一段视频 这个视频啊 是贵州广播电台 百姓关注的栏目的记者 叫张维翰 他的亲身经历 大家看视频 今天看了星黄河 想出唐山火车站 有点难的这篇报道 我是非常感同身受的 我说一下唐山烧狗店打人事件 发生后 我到唐山去进行采访报道的一些遭遇 6月10号发生打人事件之后 我11号就动身前往了唐山 11号晚上将近12点的时候 我就到了唐山的高铁站 结果下车之后 没办法出站 理由是我没有给社区报备 工作人员说的是 外地人要到唐山市的哪个地方 你就要提前48个小时 给那个地方的所属的社区进行报备 并且社区同意接收了 你才能进市区 我是从贵州过去的 贵州是低风险地区 贵阳一例确诊病例都没有 我的健康码也是绿码 并且我是持有11号当天刚做的 这个核酸阴性报告 当时我在高铁站的出站口 跟工作人员说 那我现在报备 他也说不行 第一你要提前48小时报备 也就是说 当时如果我在现场报备的话 哪怕报备通过了 我也要过48个小时才能出站 我要在高铁站里待够48个小时 第二 他们是没有社区的电话的 也不知道各个地区属于哪个社区 也就是说 他们只负责把人拦下来 你要给哪个社区报备 你就要自己想办法 自己找电话 我是来自低风险地区 唐山市也是低风险地区 一个从低风险地区来的 并且持有核酸阴性报告的人 要进唐山市 遭到了这样的阻拦 这到底是正常的防疫措施 还是说想以此为理由 阻止外地的类似记者 这样的身份去唐山 我觉得这个问题 可以好好探讨一下 后来一直到了半夜一两点的时候 我发现唐山高铁站出站口 有一个通道 扣拦人的这个工作人员 不知道去哪了 我就顺利地从通道出了站 当时下着暴雨 我冒着雨走了几百米 在路边打到了一辆车 然后就是第二件事 我被唐山市派出所的民警 暴力执法扣在派出所 七八个小时 当时12号凌晨 我出了唐山高铁站 到了市区找了个酒店住下 起床以后 我就直奔事发的烧烤店 老汉城烧烤店 当时是中午的1点40分 到了以后 我正好看到烧烤店老板娘在店里 我就上前询问她能否采访 但是当时老板娘因为一些顾虑 就说暂时不接受媒体的采访 我说好那就算了 我当时也没勉强老板娘 我就走到路边去了 然后正好这个时候 有个唐山市民来送花 给烧烤店老板娘 还说了很多祝福 鼓励支持的话 我就把这个送花的过程 拍摄记录下来了 也发回后方 给我们电视台总部 制作了新闻 然后这个送花的市民 走了以后又来个男的 这个男的是来捣乱的 他在烧烤店门口播放哀悦 还对着这个烧烤店小便 这个也被我拍下来了 同样也被我发回 这个后方制作了新闻 这两条新闻在微博 抖音快手 今日头条等平台上 我们百姓关注的账号下 都可以查得到 这可以证实 我从事的都是本职工作 这个放哀悦的男子 离开了没多久 警察来到现场 是烧烤店老板 因为有人放哀悦抱着警 但是警察来了之后 并没有去追 刚走没多久的这个男子 是要把我带走 没有任何理由 只说让我配合调查 调查什么 他们也说不出来 并且是强行的 扣留了我的身份证 逼迫我跟他们走 再去这个机场路 派出所的路上 就遇到了那个 放哀悦的小编的那个男子 警察就把他一席 也带回了派出所 到了这个机场路派出所 警察看我身份证的地址 是在贵州 就询问我是多久来唐山的 是否报被公 我如实回答 我是11号来的唐山 我是从贵州来的 贵州是低风险地区 一例这个确诊病例都没有 并且我有11号 刚做的这个核酸阴性报告 我出站的时候 刚开始是有人 让我报被才能出站 后来他们撤走了 我就走了出来 就我刚说完这些 就有一个警察 就气势汹汹地冲上来 对我破口大骂 然后是搂着我的脖子 极其粗暴地按着我的头 把我按到地上跪着 双手反扣在背后 然后有四五名警察围着我 开始搜我的身 把我手机充电宝等物品 全部搜走扣押 并且让我待在一间 讯问室内不准出去 后来我出示了记者证 警察又去核实我的记者身份 一开始对我暴力执法的 那名警察还来到我被扣留的讯问室 对我破口大骂 你还是电视台记者 你太没素质 太没文化了 但是我在现场一脸蒙背 不知道我做了什么 就没素质 没文化了 警察对我这些暴力执法 还有辱骂的行为 都是在机场路派出所内的 这个监控摄下头进行的 是有据可查的 如果这个监控没坏的话 然后下午六点左右 警察把我叫去做笔录 我把当天从我到烧口店开始 一直到后来被警察抓走期间的 这个过程讲述了一遍 刚刚做完笔录 七点左右的时候 警察把我的东西还给了我 我本来以为是可以走了 结果被告知 还是得待在派出所内 不准走 然后到了七点多 又来了一个 自称是派出所领导的警察 再一次对我搜身 把我所有的随身物品搜出来 拿走去调查核实 到了晚上八点多 又来了一个穿着便装的警察 对我做了第二次的笔录 期间让我打开手机 给他检查我的微信聊天记录 一直持续到了晚上九点多 一名唐山市陆北区公安分局 宣传科的民警才来把我带走 在整个过程中 从我被抓到派出所 到我最后离开 没有任何的书面单去证明 回支单 这些文件 直到现在我都不清楚 我当天被抓到派出所 这个事儿算是怎么回事儿 是被调查还是去作证 还是其他的 我更不清楚 我有没有留下什么案底 或者是记录档案在派出所 没有一名警察给我做过解释和说明 这就是我在唐山的遭遇 最后忠心希望唐山市的雷霆公报行动 能取得成效 今天网上这个山东的叫星黄河 有一篇报道叫 想出谭山火车站有点难 这个报道就把这个谭山火车站 这么要求社区报备 什么48小时啊 然后把定点把你送到社区啊 等等 如果没有这些东西 你就在火车站待着 哪也去不了 这个报道在网上发表之后啊 这个贵州广播电台的记者 叫张维汉 就把他的亲身经历 在网上公布了 通过这个 大家就能看到 这个唐山市啊 所谓的雷霆风暴行动 15天的这个打黑扫黑 扫的是什么黑呢 不能否认啊 说他一点都没有扫黑 不是这样子的 他也扫黑 但是呢 他是关起门来扫黑 不希望大家来看 我们宣布扫黑了 我也动员了 然后你看我领导半夜去查岗 要部署 要动员 重视 但是扫黑是我们唐山人的事 你们外地人不要干涉 不欢迎 不接受外地来的记者 外地的闲杂人等来监督 所以啊 你看他马上在唐山上 采取了以下措施 他这个措施啊 一比较啊 咱们发现郑州的那个红马 那就太人性化了 感觉郑州还是 很有人性化的一个地方 为什么 你看他给你付了个红马 只是让你去不了 或者去了 你可以到郑州 但是你动不了 不至于有暴力对待 感觉郑州啊 相当人性化 唐山呢 那就是粗暴 暴力手段 对吧 不让外地人到唐山 不让你知道发生了什么 虽然网上有那么多人呼吁 希望知道那几个被打的女孩子 现在是什么个情况 被害人家属 为什么没有声音 现在全部是这个施暴者啊 就是主犯 陈济智的家属 在接受采访 而被打的这四个女子 没有任何消息 所以网上传言 说这四个女的 有两个已经死了 我相信这可能是个谣言 那为什么谣言会在网上 受到这么多热捧呢 今天说有320多个账号 被删除了 就因为传这些谣言 那为什么有这么多谣言呢 你看根本上还是因为唐山 你不公开不透明啊 你不让记者去探访啊 你说外地记者你信不过 那你谣言自己没记者吗 你谣言事为宣传部 你不能派个记者去写片报道 给大家看一看吗 那你说因为这四个人 被打的女孩子 现在涉案 公安正在办案 你不能透露太多 那你至少可以拍些照片 采访一下医生 看看她的伤情 这些完全是可以公开的 为什么谣言事不做呢 那受害者家属 为什么不能出来发声呢 正因为你不透明 一切试图暗箱操作 所以谣言才满天飞啊 现在有传言说这个 有个女孩子 在那个老汉城烧烤店 旁边的小巷子里面 晚上不仅是被打了 可能还遭到了这个强暴 这都是晚上在传的 你如果谣上事 不及时的公开透明的 报道能报道的信息 那这些谣言 就永无止境的在传 你一便指责别人造谣传谣 呼吁广大网友 不要信谣言 但是你又不告诉网友 发生了什么 这就是谣上事啊 雷霆行动 他的雷霆行动啊 不仅打黑 也黑打 他的扫黑除恶 只是一场秀 谁要反对了阻碍了这场秀 那你也是合社会 也要把你扫掉 这么理解就对了 谁也别拦着我作秀 我们谣上打黑 扫黑是认真的 来不得半点虚假 但是你们无关人等 也没有权利来干涉 来报道 你们就等着我的大好消息就行了 15天以后 我们再次宣布雷霆风暴行动 取得了圆满成功 大家看看 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出动那么的警车 不知道的 还以为在打仗呢 他是在震慑这些黑社会分子吗 不完全是 大街上三步一港 五步一哨的警车在巡逻 他是仅仅是震慑 所谓的黑社会吗 黑社会的震慑不了 因为黑社会就是跟他们想勾结的 黑社会的保护伞 现在正在街上巡逻 正在指挥 所以他们能震慑的 也就是这些外地到唐山 想一探究竟的 想了解真相的这些记者 这些不受欢迎的人 正因为这些人的到来 唐山的这个秀啊 做起来就难度比较大 容易露线 前两天我转了一个视频 就是东北哈尔滨的交通管理部门的一个执法人员 打网约车 他里面经典的一句话就是 我仅仅是想抽支烟 我有错吗 那借用这句话 唐山是说我就是想做个秀 我有错吗 你们都来捣乱 丧事 眼看着就要搬成喜事了 结果半路上杀出了这么多陈小金 谁能受得了 所以只能铁拳伺候 所以我在上一期视频我已经说了 这个唐山的所谓的扫黑啊 什么雷霆风暴 雷霆行动 不过是一场作秀 如果不是作秀 为什么这么害怕别人去呢 好 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